現在要說這台冷氣 你家如果冷氣不冷時 你一定想到這兩塊的房子 我們就要把它拆開 把它拿起來洗洗 如果越冷越冷時 它會想到冷氣是不是流流掉 如果這樣就大掉了 這種機會比較少 你不用怕 如果冷氣 我帶你去外面看看 這台就是四個月子 這裡有兩條銅管 下這條是大塊的 頂頭那條是水溝的 如果是流冷圓 這條水溝的鋼 就會結算 我們這台冷圓八百 所以不會結算 結霜時是怎麼看你感覺看過 待會你就看到了 你就會搞清楚了 沒去讓我騙得更浪浪水 我們的冷氣還是沒冷時 來 我們再轉到室內機 這兩塊房子有看嗎 這兩塊先要把它洗好乾淨 我們冷氣裡面的香蕉 這兩塊的房子蓋住 沒那麼緊張 如果是十年還是二十年 同樣也是很乾淨 如果這樣冷氣怎麼還不冷 那就是循環不良 冷風抽不出來 房子蓋頭前 裡面的電風蓋後面 這個冷風剛嚇到中 中 這個就是香蕉 就是蒸發器 這個冷的循環 這個冷風就是對房子進去 經過蒸發器 裡面的電風壓不下去 這如果循環不好 這個香蕉就會結算 好像冷凍庫 你的冷氣 永遠也沒喝 房子也洗好 香蕉也沒問題 再來就是電風的葉子 用手電把它吸進去 看葉子裡面是不是很乾淨 風它開大槓 再換它水槓 用手的感覺 吹出來的風沒有什麼改變 如果是這樣 就是葉片裡面 灰塵太多毒石了 這裡面的冷風當然也是搞不出來 香蕉就結算 這個頭前都沒說過了 現在你剛剛聽到沒什麼 是這個給你們看 你們知道 這就是冷空氣循環不良 這個循環不良 它也一樣會結算 結算不是那條水溝的 變成那條大溝的結算 這個可以人為製造 準備這條浴巾 將這個香蕉把它蓋起來 這個冷空氣循環自然就壞了 跟電風搖垃垃圾 意思是一樣 風自然就挑不出來 香蕉裡面就是結算 這個結算 這個結算 它馬上都軟在外面出去 我們現在做好 我們帶你們來外面看 你有看到 這頭十秒鐘而已 這結算就慢慢撐起來了 水溝的結算 跟大溝的結算 你怎麼分得清楚呢 老人們是水溝的結算 如果這大溝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了 有可能就是我們這個電風搖垃圾 跟這條水溝的結算是不一樣的 若是水溝的結算 要貪就要讓人貪 沒招沒什麼 這個大溝的結算 動作老人們在跟你講 心就會很痛 這算你有看得越結越多嗎 不用一兩分鐘 整條說都是 這飛溝去旁邊 打掉的怎麼會冷 你有看這公散嗎 這條大溝的跟這條水溝的 整溝可以接頭去 你不要把它當作現在在下雪 如果堵到這種 確定是這條大溝的結算 來 我們把它轉到室內機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檢查這個電風壓 如果看不到的 抓手就把它照一下 如果真老實 這個血液行為一定不好 不怪你的越催越熱 我們現在就準備一支水奶瓶的刷子 這支奶瓶刷頭也沾沾 你就要抓片子 不然這個一定去炒到電風的香 如果在清的時候 比較小心就好 這支奶瓶刷是骨 頭前那個毛毛一定沒有牙 如果是新的 我們同樣照牙瓶這樣反折 就是把它打掉就對了 我們在清是用那個毛毛 我們不是用鐵山在清 用那個毛毛跟那個電風壓肉 觸觸的就好 輕輕的就好 這樣知道 我們來在清這個牙瓶時 這支奶瓶刷 是點這個牙瓶的牙瓶在清 不是說從中度把它吐下去 對牙瓶比較浮浮的就好 左右來回這樣移動 會急著不要太大力 如果太大力 如果太大力 這個牙瓶會停下來 是不會不會出來 沒有那麼可怕 如果小姐媽媽 看到我這樣示範 你們在清這個手藝 相信骨也一塊你們沒得到 只是你們不知道怎麼清而已 到現在知道 你們在清一定比我們乾淨 因為媽媽在清的話 都比較細心 有時候也不會輸給專業的 另外還有一種比這個清得更乾淨的 就是用這個油漆刷 綁上棉洗塊 我們要清洗的時候 對那個瓶跟人進去 你就要記喔 這點喔 一定會滾起來 我再說一遍 這點一定會滾起來 我們在清洗的時候 這個葉片的打轉 我們也一樣 押一支棉石塊把它堵掉 這樣那葉綿都不會漏來漏去 我們這個毛刷 可以拆在瓶的裡面進去 清起來 會比奶瓶刷更乾淨 只是這個速度慢而已 這兩種方式 可以交叉使用 最主要你要清洗的時候 自己先模擬一下 清一兩爪就熄手了 這垃圾喔 什麼時候都可以清 就不會日積月雷到時候就很難清了 而且冷氣 因為我也都很冷 不冷的時候 先自我檢查 不行的話 再說吧 這風涼喔 就先開油水槓的就好 吐比較熄手的時候 再來開大風的 也比較好清 這支奶瓶刷喔 頭前喔 有鐵線 要把它拔掉 比較不會去扣掉這個葉子 我們用那個毛毛 跟那個葉子接觸就好 跟那個葉子的表面喔 把它刷刷就好 這樣敷就敷敷掉 如果可以刷得越清淨 是越好 這個風格會大降 這個血液行完 煮煉就好 外面天氣變好了 就不會下雪了 這個冷氣喔 忽然間變冷了 小心不要感冒就好了